我剛剛發現了一個種廚叫做 奶野加歡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Li 今天是十二十一號 我是去哪裏 不用猜了 我告訴你 現在我就去窄房 所以我打算去窄房 20號回香港 這次去窄房主要是Snowboard 其實我本身是6T 不過我看Snowboard實在太帥 我看我現在滑水也挺好處理 所以我就想試Snowboard 希望今次我也認識 現在我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實在太早機了 7時55分 那我們到貝西餐吧 我們已經過了海關 然後被司機碰了 我就回約了教練 6時 在酒店等 然後呢 我們就去租Snowboard的Gear 然後我們就去吃晚飯 一來到就開始放假毛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呢 我找回一輛車 那呢 其實呢 我真的很久沒開車了 然後呢 我又很想 今年開始 2019年開始 我就會開車 那呢 我就首先要找到教練 補中先啦 但我想告訴你 我是不記得了 就是我是問了一個 很愚蠢的問題 我是問 油門呢 是一隻腳 搭剩兩隻腳 就是 算了 不要說了 今天呢 唉 終於完成了我的 北海道Snowboard之旅啦 那在最後一天呢 我就預訂了一間 很漂亮很漂亮的酒店啦 這間酒店呢 就叫做 Saborine 是座望林 那呢 因為我預訂的時候 已經是兩個禮拜之前 它有很多 Normal room 給別人是 即是Fully預訂了 那剩下唯一一間房 我可以預訂的 這間房呢 就是整個座望林 十五間房裡面 第二大的 我就帶大家一起看一下 首先 右邊 就是一個 梳洗的地方 有一個 洗手盆 然後呢 它裡面呢 已經有了一些 需要用的東西的了 這裡呢 就是一個 室內的安餐 不要以為 這麼貴的一間酒店 就是室內 當然不是啦 那 這個呢 就是讓你浸一浸 浸完 你感覺到我了 那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那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出來了呢 Private的安餐 就是這裡 這裡呢 它很特別的 它連這一塊 不知道石子 是什麼 它全部的位置 都磨好 基本上 每個房子都是 類似這個 本形的 然後呢 這裡呢 任理你 脫了衣服 都沒有人理你 因為呢 是四野無人 其實這個是森林 我的房間 其實就是這麼大 這間酒店呢 它貴得來 其實是密超所值的 因為呢 它是包了你兩個人的dinner 還有 也包了你兩個人的breakfast 然後呢 因為這間酒店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一個森林 你出去市區 或者你出去搭JR 它都會包你所有接送的 那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呢 就可以打一個電話 就問他們的管家 就會馬上過來 因為只有15間房子 他們平均 兩三個人就服務一間房子 今年已經是我第三年了 它呢 有指定的衣服要穿的 我看看 今年還是不是有 對了 那麼呢 吃飯呢 還有浸溫泉 都有指定的衣服 它呢 很有趣的 有這些 小褲子 而女士呢 就會準備了一個袋 給你穿一些電話 穿一些化妝品 等等 這個可能是穿裡面 我記得是 這個就穿外面 如果你冷 再才會生這個外套 今晚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它吃飯 它吃的東西是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是很精緻得來 是很好吃 好了 那我們一會兒再說吧 Hello 已經到晚飯時間 我們下來了這裡 這個就是頭盤 雖然它說了很多話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想真的要吃下去 我才會聽到 這個是smoke salmon 這個人不知道是什麼 蛋的custard 我們現在開始吃 大家好 早晨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 留在二世古 今天下午四點幾 就要走了 現在最後呢 我就來座門林 這裡吃完他們的早餐 早餐呢 他現在等著送來 他現在就上了兩杯 Welcome Drink 昨晚呢 是四點幾才睡 因為不停泡 溫泉 然後又起床又起床 又起床 然後又慢著看youtube 這樣搞得好夜好夜 才睡覺 所以睡了幾個小時 那好吧 一陣子如果有早餐 要給大家看 我看早餐方面 他這個放兩個人 這個呢 應該是一些米糕的東西 這個呢 很好吃的 我記得上年來都好吃 有些魚子 還有菇 還有肉籽 還有菜 原來呢 還有三文魚 還有我記得這個豆腐 是超好吃的 可以摁一下嗎 也是 差不多 是非常好 我們來做的 真的 我們來做